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为弟弟替别人说话的这样一个性格特点 那种布剧拍下来是哪段剧情印象最深刻呢 也是这张吗 那当然不是 整部剧拍下来印象最深刻的话 如果是剧情的话就是关一妙 在你眼中你觉得蓝青春是一个怎样的人 外容内不容 就是他其实我觉得内心 毕竟跟忘记是亲兄弟 然后我觉得他的内心也是一个很执拗的人 但是他年少要成为家主 所以他就是变得相对来说比较融洽 就变成让自己成为一个相对融洽的这么一个人 就是还是外容内不容吧 然后对各个三观世界观都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包容性 有些网友说蓝青春是对不起脾气最好的人 你觉得蓝青春真的没有脾气吗 谁没有脾气啊 谁都会有脾气 但是西晨他的那种 他更 他应该是 他的脾气是那种更执拗更坚持的那方面吧 那在蓝青春的视角里是如何看待成为怡灵饶祖的未无限的呢 不得已而为之 都说蓝大是最懂来往鸡的人 作为云生不知处著名独立鸡 蓝大是怎样发现来往鸡情绪中细小波动的呢 其实两点 首先是因为他们就是亲兄弟 所以这个蓄能与水的关系导致 并不需要做什么功课 就会知道弟弟在想什么 还有一个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 王鸡也是西晨身为哥哥这么一点一点带起来的嘛 所以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他的行为 他的想法都了如指上 为什么同事亲兄弟 蓝忘鸡和蓝青春性格相差这么多 原因是他们两人所处的位置 王鸡相对来说就是可以更自我一点 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可以有自己比较独特的个性 因为他只要做好最好的自己就行 但是西晨身是因为他是哥哥 然后他就是成为了家主 所以他不能放开了做自己 他要更多的去承担一个家主的责任 所以这一点分歧导致他们的性格一定是不一样的